罗戎还传 第二章 投身秋收起义 通城暴动 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 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蒋介石 汪精卫的屠刀 吓破了一些懦夫的胆 报纸每天都辟出专栏 灯载辩解者 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但是 烈士们的鲜血 却激起了革命者 更加昂扬的斗志 他们 正如毛泽东所说 从地下爬起来 开干净身上的血迹 掩埋好同伴的尸首 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彭明经和罗戎还 就是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党人 此时 彭明经已被留在武汉市委 从事地下工作 罗戎还同这位同窗三年的战友分手时 一一惜别 一遍遍地互相嘱咐 互相勉励 罗戎还怎能料到 此次分手便是永别 1927年秋 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的共产党员 在武汉 不幸遭敌人杀害 不久 罗戎还就上路了 由于各个车站盘查很严 他只坐了一段火车 便开始不行 一路上 罗戎还的心情同半年前在家乡搞农民运动时相比 已经迥然不同了 投身于疾风骤雨时的农民运动中的兴奋激动 此刻变成了满腔悲愤 罗戎还后来回忆说 那时就是气氛不服气 好端端的革命局面不复存在了 千万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他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 经过几天跋涉 七月下旬的一天 罗戎还到达通城 为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王武阳等 向他介绍了当地的社会情况 自从北伐军进入通城后 农民运动发展的迅猛异常 1927年5月 由于已经倒戈的国民革命军 独立十四师师长下斗营的叛军残步 流窜到通城 地主豪身一渡城市向革命势力进行了反扑 但不久 农民运动的形势有了好转 七五王精卫叛变以后 形势就更加恶化了 在通城县城里 县的武装掌握在代表豪身利益的团防局长刘秀波的手里 反动势力占了上风 可在乡下大部分地区 还是农会当家 原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汪玉堂 是中共党员 正在乡下组织农民自卫军 王武阳要求罗戎环以农会特派员名义 在两三天内下乡 协助汪玉堂组织农民自卫军 王武将民政谷长谭子生介绍给罗戎环 让罗隋谈一道下乡 在谈话中 罗戎环了解到 谭子生原来是上海政法大学学生 1927年北伐军攻克他的家乡安徽京德后 他被任命为京德县长 42蒋介石叛变以后 他在家乡不能存身 跑到武汉 又由湖北省党部 介绍到通城工作 过了一天 罗戎环 谭子生下乡同汪玉堂会合 开始进行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 这一工作 同罗戎环在家乡岛的农民运动 比较起来 已经深入了一大步 当前 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 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随时都要准备流血牺牲了 因为农民生怕已被打倒的土豪猎身 回来进行报复 七级分子都愿意武装自卫 而下斗营的溃兵 在通城四乡 又扔下了不少枪支 武器是现成的 所以 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 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 上千的农民 报名参加了自卫军 枪也有了二三百支 这时 传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 斗争形势更为紧张 刘秀波已在城内加强了戒备 四个城门一落日就上锁 白天只留下一个窄窄的通道 攻行人出入 又过了不久 上级派人来鄂南 传达了中央八期会议 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和湖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 要求各地九月十日以前开始起义 以推翻武汉的统治 彻底消灭封建势力 而建立农民协会的政权 罗荣环和王武阳 汪玉堂等 研究了如何执行省委计划的问题 大家感到 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一个关键 如果调农民自卫军攻城 刘秀波将城门一关 势必要强攻 但是 农军亦无重武器 二缺训练 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正当他们还拿不出办法的时候 由原重阳县民团改编成的重阳农民自卫军 一百多人受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压迫难下了 这支队伍的领导人 是原重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 他派人到通城 找汪玉堂接头 汪要求叶重开 立即率部隐蔽 驻扎在通城县城 西面的铁柱岭 汪佑派人通知王武阳秘密出城 和罗荣环 谭子生 叶重开一道研究行动方案 决定智取通城 8月20日上午 叶重开由十几名卫兵前呼后拥 压着 由一个自卫军的火服装扮的犯人 来到通城西门 这时 城门已紧紧关闭 叶重开下了马 大声嚷着 要见刘团总 门未见来人是个当官的 便将城门开了一道缝 把叶放了进去 叶重开地上了 印有重阳县团防局长官贤的名片 说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 要亲自压交刘团总 门未信以为真 把城门打开 叶重开带着这十几个人进直奔向县衙门 在早已隐蔽在衙门附近的通城的中共党员的配合下 活捉了刘秀波 绞了民团的枪 当天下午 在通城县衙门口 召开了通城 重阳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 大会由王武阳主持 他首先宣布 通城 重阳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 并向弟兄们介绍了自卫军的领导人 自卫军总指挥是王武阳 党代表是罗荣环 参谋长是刘继宋 在会上宣布 将残害农友 血债累累的刘秀波枪决 并没收他和其他几个土豪的财产 一部分分给群众 一部分冲作军用 会后 自卫军的干部们 又研究了具体分工 队伍里缺一个管杖先生 大家感到罗荣环是大学生 建议由他监管财务 罗荣环一贯不善于 也不喜好理财 但是他考虑到 管杖也是革命的需要 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于是 他除了做党代表外 又监管着一只城前的小箱子 走到哪里 就提到哪里 罗荣环身材比较高大 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穿着还是从武汉带来的旧中山装 在队伍里特别显眼 虽然他刚来 对战士还不熟悉 但是战士们却很快就认识了他 有的称他党代表 有的还不懂得什么叫党代表 见他穿中山装 戴眼镜 又管钱 就称他先生 农民自卫军的旗帜打出来了 但是缺乏懂得军事的干部 缺乏弹药 有些枪支是坏的 需要修理 当自卫军的几位干部 一起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 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当过营长的刘继颂提出 这些问题可以请驻扎在修水的江西省防军 暂编第一师协助解决 这个市的市长于洒渡是共产党员 黄浦第二期的 是刘继颂的同学 听了刘的介绍 大家知道 这支部队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级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团长卢德明是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时 卢德明带着队伍由武昌城传东下 准备到南昌同夜挺 贺龙会合 在江中 通过侦查德西 张发奎已在九江部防 乃命令部队 从阳新皇坊口登岸 到江西奉兴后 德之夜 贺部已经南下 便西彻近山 同湖南平江工农义勇军 和刘阳工农义勇军取得联系 部队开到奉兴后 卢团长去武汉向中央请示 部队交给营长于洒渡指挥 随后部队进驻休水 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 接受江西朱培德江西省防军 暂编第一师的番号 由于洒渡任师长 平江农军负责人于奔明任副师长 下设两个团 以警卫团主力 和平江农军编为第一团 以刘阳农军和警卫团一部 编为第三团 同城 重阳农民自卫军决定派刘济送 罗荣环和谭子生三人去休水联络 于是 他们便风尘仆仆赶到休水 这时 在赞编第一师师部当文书的谭政 接待了他们 他问明情况后 立即向于撒度报告 于答应给他们派两名教官 拨给少量弹药 同时还告诉他们 如果敌情紧张 可以将部队开到休水来 罗荣环一行 刚刚回到通城 德西国民党的第十三军正由北面向通城进逼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 八月底 通城 重阳农民自卫军 在罗荣环 叶重开等的率领下 离开通城 向休水转移 出发时已进白路 可南方的秋老虎 却仍在施展着阴威 火辣辣的 太阳直射下来 把山间的石头 树木 杂草都烘烤的散发着热气 队伍行进在山路上 像是钻进了一口大烤箱 人不断的出汗 罗荣环背着包袱 踢着装有二三百光阳的箱子 跟随队伍翻山越岭 走了整整一天 他的上衣布满了斑斑汉字 傍晚 队伍来到通城最东面的村镇 卖室 战士们走得燥热难耐 刚宣布休息 还不等干部下令 大家都跑到镇南的黄龙河边喝水 水喝足了 又纷纷脱去衣服 扑通扑通跳进河里洗澡 洗完后 穿上衣服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个个都不想动了 罗荣环和叶仲开等 看到部队已十分疲劳 便决定就地速营 罗荣环和一些战士 住在一个祠堂里 他的头一沾箱子 就睡着了 扶晓 罗荣环睡得正憨 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 大家立即爬起来冲了出去 原来昨晚在北山坡上 曾出现化妆成放牛人的重阳地主武装侦探 由于没有经验 谁也没有在意 当夜 重阳地主武装 就勾结了国民党部队 从东 北 西三面包围了麦市 罗荣环提着箱子 和夜重开 招呼战士们 向东突围 天亮后 集合队伍 三庭已去两庭 原来收编的通城民团 大部分跑散了 罗荣环这位投笔从容的大学生 参加暴动没有几天 在他第一次参加的战斗中 便碰上敌人袭击遭受挫折 一开始未免有点发懵 但他还是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一面跑 一面收拢队伍 他又同一夜重开商量了一下 便率领着剩下的一百多人 继续向修水转移 王武阳在战斗中 与部队失去联系 一九三四年 并是于安徽安庆 这一天天气更热 山路也更加崎岖 罗荣环提着沉重的箱子 一路上不断地倒手 刚走了十几里路 就热得蛇臂纯胶 嗓子里 像是在冒烟 刚刚打了败仗之后的这种酷暑山地行军 显得更加令人躁热难难 然而 这比起罗荣环日后漫长征途上的艰险来说 又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序曲罢了 下午 在翻一座大山的时候 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环跟前 指着他手里提的箱子说 先生 我们来帮你扛吧 罗荣环摇摇头说 不用 我自己可以提 一个农军士兵抢上两步 一面从罗荣环手里夺箱子 一面说 你先生是时文断字的 哪里提得动 还是我们帮你扛吧 罗荣环看这两人很面熟 知道是队伍里的弟兄 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 箱子便被他们拿过去了 傍晚 队伍到达修水县桃树港速营 罗荣环去找这两个士兵 但是这两个家伙 已经逃之夭夭 丢了这二三百块钱 罗荣环心情非常傲丧 他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 一九三七年五月 罗荣环对他的夫人林月勤说 那个时候 思想单纯的很 以为大家都是 来革命的 都是一样的同志吗 其实 并不都是来革命 混饭吃的 找出路的 大有人在 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秀才造反 脱不了书呆子气 一个知识分子 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不经过一番磨练 是不行的 这是罗荣环的自我解剖 毛泽东对这件事 又有不同的评价 在延安时 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林月勤 向林月勤说 老实是罗荣环一个很大的特点 听了毛泽东的话 林月勤就讲了这件事 毛泽东听了 哈哈大笑 他对林月勤说 你看 他非常老实 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 他从这件事 就悟出了一个真理 因此 他对是非 对正确和错误 鉴别得特别分明 从秋收起义到文家事集结 罗荣环 叶崇开等 率领农军继续东行 第二天清晨 到休水 于洒渡从一团抽掉了四五十名老兵做骨干 将这支农军 编为师部特务连 由原警卫团的排长 谭熙临任连长 叶仲开任副连长 罗荣环仍沿袭在农军的职务 任党代表 编队以后 师部给连里补充了一些武器 因为枪支哨 罗荣环领到了一口 寄了红鹰的大刀 当他配上大刀时 不禁玩耳一笑 去年在上海 侯少囚曾建议 他和张沈穿进黄埔军校 但是被他们蜿蜒谢绝了 想不到过了一年 他这个戴眼镜的大学生 还是当了兵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 偶然性之中 存在着必然性 俗话说 逼上梁山 面对着蒋介石 汪精卫的血腥屠杀 革命者怎能不拿起刀枪 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湖北省委 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 正式反映了革命人民的要求 同时也给一切革命者指明了方向 推翻帝国主义 新旧军阀 地主豪山的统治 要靠枪杆子 于是 罗戎环就拿起了武器 而他参加并领导的通城暴动 也就汇入了秋收起义的洪流 罗戎环当了兵 但是 部队里的一切 对于他几乎都是新的课题 摆在他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是 究竟应当怎样当好党代表 他向警卫团的老兵 谭熙环等请教 过去警卫团只有团里才有党代表 谭熙环等处于基层 对于如何当好连队的党代表 也讲不出所以然来 不过 他们还是向罗戎环 介绍了警卫团团长卢德明的一些优良作风 他们告诉罗戎环 卢团长是从业挺独立团出来的 他的作风同其他军官有明显的不同 别的团长 营长 一般都有小伙房 吃饭讲究四菜一汤 卢团长却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 好房子时 卢团长总是先进部队 团部的住房往往比较差 卢团长从来不带卫士 有人曾向他建议 出门时带个把人 一来安全 二来办个什么事情 也方便一些 可卢团长拒绝了 他说 你们不都是我带的人吗 有什么事 你们难道不帮我办吗 我生活在弟兄们中间 只要弟兄们安全了 我个人的安全 又有什么问题呢 卢团长对部队讲话 经常说 弟兄们 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 他平时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 战时冲锋在前 退却在后 深得弟兄们的爱戴 卢团团听了战友们的介绍 知道卢德明指挥部队 不仅仅是依靠发号施令 更不是依靠打骂 而是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 一切事情他都走在前头 让大家照自己的样子做 所以大家都发自内心的尊重他 罗荣环便以共产党员卢德明为榜样 成为人民军队第一批联党代表之一 开始了中国人民军队首创的联党代表的实践 与罗荣环到达休水几乎同时 全权负责相干边界秋收起义的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在安元张家湾召集会议 决定以暂编第一师 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 第一团和第三团建制不变 另以安元工人纠察队 及平乡等地农民武装编为第二团 按张家湾会议决定的起义计划 9月9日各路同时开始行动 第一团攻平江 第二团取平乡 李灵 第三团打刘阳 得手后向西发展 然后以长沙攻农起义为内影 向鸡夺取长沙 9月8日 卢德明回到部队 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9月9日清晨 师部和第一团 以第二营 第三营 第一营 和师部的序列出发 10日占领朱熹 随即进入湖南平江 准备与当时驻扎在龙门的雨洒渡 新晋收编的下斗营残部秋国宣团和宫长寿街 当罗容环 谭锡林等 率领特务连 随师部到达龙门时 德西秋部叛变 在金平向第一团突然袭击 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师部听到先头部队在金平失利的消息后 命令后续部队南下 去攻流洋 这一带多重山峻岭 这时已过中秋 山区的早晚 虽然有了凉意 可白天仍然非常懊惹 山中草木丛生 蚊子大耳朵 许多战士染上了瘧疾 部队无衣无药 病号也只好硬撑着行军 沿途村庄不多 人烟稀少 经常寻不到粮食 只好以南瓜冲击 有一些人吃不了这个苦 经不住失败的考验 一路上纷纷开小差 罗戎环走在队伍的后面 负责收容 他除了和大家一样即可劳累之外 还加上眼神不好 看不清崎岖的山路 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 不是被石头碰了脚趾头 就是崴了脚 但是他顾不上这些 仍然坚持帮病号 帮掉队的战士背枪 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这时 入党仅仅四个月的罗戎环 尽管已决心革命到底 可是 这一支小小的起义部队 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究竟要到哪里落脚 能不能坚持下去 怎样才能坚持下去 罗戎环和大家一样 还心中无数 无论是他的模范作用 还是苦口婆心的说服 都未能遏制开小差之风 而这也正是当时 包括罗戎环在内的许多干部 十分焦虑的问题 9月17日 部队转移到同谷县排部 和刘阳县孙家段一带 与毛泽东和在东门市受挫的 第三团会合 部队休整了一天 谭锡林调往第一团第一营 特务连长由刘阳县工会主席 朱建胜担任 因为当时尚未在联队建立党代表制度 罗戎环改任师部参谋 仍随特务连行动 与朱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9月19日 部队到达文家市 与宫刘阳势力的第二团余部会合 其一部队原本有5000余人 仅师部和第一团便有2000多人 三个团先后受挫后 这时还剩下1000余人 特务连还剩下七八十人 随师部住进了文家市西头的里人学校 当天晚上 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 连夜在师部召开了扩大道英以上干部参加的前敌委员会 在会上 毛泽东分析了形势 认为这时攻打长沙已不可能 建议部队改变计划 迅速脱离平江 流阳地区 沿罗霄山脉南下 寻找落脚点 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 第二天清晨 全是1000余人在里人学校的操场开会 毛泽东讲话 由于他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人们此时都称他毛委员 毛泽东说 这次秋收起义 我们打了几个败仗 这不要紧 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们还留有队伍 俗话说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吗 现在需要好好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 我们分成几路 力量分散了 但是敌人力量却很集中 结果我们打了败仗 秋收起义 原来计划是供长沙的 长沙好不好呢 长沙好 但是现在 那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 我们不能去打大城市 去打交通要到了 现在要找个地方休养生息 说到这里 毛泽东稍稍提高了嗓音 他说 同志们 革命总是要发展的 总是要胜利的 我们现在力量很小 好比是一块小石头 蒋介石 好比是一口大水缸 可我们这块小石头 总有一天 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 有了群众 就有了天下 而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 有一个条件 这就是要整顿纪律 对老百姓的东西 一个鸡蛋也不能拿 一根核草也不要动 只要我们和群众结合在一起 就会如鱼得水 立于不败之地 罗荣桓过去 没有见过毛泽东 但老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了 1919年 他刚到长沙读中学 在曲章运动中 他就知道 毛泽东是湖南一位著名的群众领袖 他还知道 今年年初 毛泽东曾到湖南恒山等县 考察过农民运动 罗荣桓受湖北省委农民部派赴通城之前 还读过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对这个报告考察内容之详实 观点之鲜明 说理之透辟 文笔之犀利 留有深刻的印象 此刻 正当罗荣桓为部队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焦虑的时候 听到了毛泽东形象生动 深入浅出的讲话 感到像是酒渴之后 引进了肝权 罗荣桓感到毛泽东这个讲话 完全合乎客观事实 而又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这是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和听毛泽东的讲话 从这时开始 罗荣桓便非常尊重和敬仰毛泽东 他所以尊重和敬仰毛泽东 是因为他从革命实践中 日益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里 包含着既丰富又深刻的真理 三弯改编 开完大会 部队下午就从文家市出发了 因为朱建盛是刘阳人 熟悉当地情况 诗部分配 他和罗荣桓打前站 朱建盛招呼罗荣桓 来到文家市街上 一面搞点饭吃 一面打听道路 他们来到当时才14岁的杨永的家里 朱建盛同杨家很熟 他向杨永介绍了罗荣桓 说他是师部的参谋 原来是武汉的大学生 然后朱建盛去买菜 罗荣桓向杨永详细打听了去上立市的道路 两人吃了饭 就上路了 按师部原来的计划 部队到上立市后便折而向南 过平乡 敬莲花 但是朱建盛和罗荣桓到达上立市后便听人说 平乡街上和车站都驻扎了军队 大队到达上立市以后 他们便将此情况向师部报告 毛泽东决定 部队转向东南 金小市 9月22日到如西宿营 第二天清晨 以第三团 第一团的序列前进 不料第三团走错了路 跟进的第一团 在卢西附近的一个三叉路口 遭敌人伏击 部队仓促应战 伤亡很大 卢德明不幸重担牺牲 部队怀着悲愤的情绪继续转移 进入了武功山区 为了摆脱敌人 每天天不亮就出发 日落后方才速赢 9月25日 茂雨攻入莲花 摆脱敌人尾追 9月29日 到达永兴县三湾村 罗戎环还没有进村 就看到三棵挤爆粗的大树 其中两棵是樟树 一棵是枫香树 郁郁森森 很有气派 走到树下 是一块坪 这就是后来十分著名的枫树坪 在枫树坪北面 散布着几十户人家 这在山区 也算得一个大村子了 可部队进村后 却不见有人 原来老表们听说来了兵 都躲进了深山 部队刚驻下 毛泽东要求 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 向群众做宣传工作 与此同时 前提委员会开会研究部队整编问题 罗戎环按照师部的指示 带着特务连到山上喊话 向老表们说明我军的性质 动员老表们回来 老表们听了喊话半信半疑 先让一些老人回来看望 他们一看 猪啊鸡啊 什么也没有丢 战士们说话十分和解 老人们又兴冲冲地上了山 第二天 老表们纷纷回来了 山村里顿时热闹起来 就在这一天 部队在丰树平整编 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于撒渡宣布了干部名单 团长陈昊 一营长黄紫吉 党代表婉西仙 三营长张子清 副营长伍中豪 党代表何亭颖 特务连连长曾氏额 党代表罗荣环 另成立军官队和卫生队各一 接着毛泽东讲了话 他说 现在是官多兵少 枪多人少 不利于作战 因此要整编 要建立后方 放下担子 轻装上阵 多余的军官 全部上军官队 伤病原规卫生队管理 其余同志编入部队 他又说 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 要走最好打一个招呼 现在宣布 愿留则留 不愿留下的 可以请假回去 凡回去的 根据路途远近 发给路费 希望走的同志 回到家乡 要坚持革命 将来如果愿意 还可以再回来 毛泽东接着宣布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 要把织布建在连上 连以上设党代表 营 团建立党委 整个部队 由前敌委员会领导 他还提出 在部队内要实行民主制度 官长不准打骂士兵 废除繁琐的礼节 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 连队经济公开 官兵待遇平等 吃一样的饭 穿一样的衣 为了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 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 军官做错了事 士兵委员会可以提出批评 以至于以制裁 毛泽东最后说 同志们 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 没有什么了不起 大家都是娘生的 敌人他有两只脚 我们也有两只脚 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 现在当了军长 带了一军人 我们不只是两把菜刀 我们有两个赢 还怕干不起来吗 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 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 十个可以当他一百 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 还怕什么 失败是成功之母 没有挫折和失败 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毛泽东的画像 阵阵春风 吹进了战士们的胸膛 把大家心头的火苗又吹忘了 战士们尽管各个都是面黄肌兽 又疲惫 又憔悴 但这时 眼睛里又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队伍解散以后 大家纷纷议论 毛委员不怕 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两把菜刀起架 我们几百个人 还怕起不了架 罗戎环听着同志们议论 亲眼看到 这支快垮的部队 终于又振作起来 不由露出会心的微笑 他在1957年 回顾在我军舰军事上 这一句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事写道 三弯改编 实际上是我军的心声 正是从这时开始 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当时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 英明的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命题 那么 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 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就是军队的习气 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 都不可能得到改造 其结果 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 也只能变成流寇 当然 三弯改编 也只是开始奠定了 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政治上 思想上的彻底改造 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从此 罗荣环便积极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 这一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全部过程 10月3日 部队由三弯出发 当天下午到达宁钢县的古城 宁钢是深山之中天高 皇帝远的偏僻小县 它历来是被压迫的农民 结义孝聚的场所 民国以来 朱龙子的义军出没其间 后来 王左 袁文才 又忌之而起 一个在山上 一个在山下 互相呼应 杀父忌平 宁钢的古城 又名老三街 曾经是县制所在地 位于深山之中 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 荒凉破败 人烟稀少 曾经作为县制的古城 尚且如此荒僻 山上更可想而知 眼看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安家 那些思想动摇的军官 心里不禁凉了半截 这时 又有几十人请了长假 其中有些人 以后仍然坚持了革命 有的却消极起来 甚至当了叛徒 后来 罗容环曾将部分人 因吃不了苦 而动摇离队的过程 成为自然淘汰 经过这一淘汰 部队已不足千人 但他却更为精粹了 进军井冈山 部队进驻古城的当天 毛泽东在文昌宫里 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 决定联络王佐 原文才部队争取在援 王助帝井冈山安家 在会议上 毛泽东指出 现在党在部队里 还没有扎根 为了把织部建到帘上 各单位要积极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罗荣环出席了这次会议 10月7日 部队从古城出发 当天下午到达毛平一带 这里已是井冈山脚下了 部队驻下后 立即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安置伤员 为了揭穿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 已被消灭的谎言 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影响 并对罗霄山脉中段地区 做社会调查 10月10日左右 毛泽东决定 部队沿湘干边界南下 进行游击活动 因为郭亮在北伐时期 曾任湖南总工会主席 在群众中有很高声望 部队向湖南边界活动 即以郭亮团长的名义 到处贴布告 刷标语 罗荣环在行军中卿 自提了石灰童子 拿着用笋壳和棕毛缠起的笔 和战士们一道 在墙上书写打倒蒋介石 打倒新军阀 打倒土豪猎山 打倒帝国主义 等标语 部队金宁钢大龙 湖南临县十都 10月中旬到达临县水口 第二天晚上 罗荣环和各连的党代表 都到团部驻地叶家祠堂的楼上 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 全团第一批新党员 欧阳健 赖毅 李恒 燕辉等六人的入党仪式 仪式结束后 毛泽东要求各连党代表 都要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 照这个样子 给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 几天后 查林方向由两团敌军 向水口移动 前尾决定兵分两路 由团长陈浩 团党代表何廷营等率第一营二连 三连为一路 金安人袭扰查林 毛泽东率领第三营 第一营一连 和团部特务连 继续沿相干边界南下 仿效毛泽东已做出的榜样 在途中 罗荣环除做宣传工作外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连队建党上面 当时 特务连除罗荣环 曾氏额和副连长张宗迅外 一个党员也没有 为了迅速 在连队建立党支部 罗荣环行军时 一面帮助战士们背枪 一面同他们拉架长 了解情况 物色和培养发展对象 很快 罗荣环熟悉了全联每一个战士的经历 家庭和思想状况 并从中选择了八名发展对象 让他们填写了入党表格 10月22日 部队进驻江西省岁川县的大坟 晚上 特务连在一个阁楼上 举行了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 在会场的一侧 放了一张方桌 桌檐压了一张红纸 红纸一直垂到地面 上面用毛笔写CCP三个英文字母 和入党誓词 牺牲个人 严守秘密 阶级斗争 努力革命 服从党纪 永不叛党 在红纸上面 压着一盏油灯 在方桌前面 放了几张破旧的条凳 罗荣环早早就来到会场 他招呼那八位新党员 在条凳上就坐 不一会 毛泽东在曾氏额 张宗逊陪同下 也来到了会场 这时 夜幕已经降临 罗荣环点起了油灯 那灯光缓缓地跳动 映着桌上的红纸 泛着红光 使人感到十分温满 入党仪式开始 罗荣环首先解释了 CCP三的字母 就是英文的中国共产党的缩写 又讲解了六句诗词的意义 接着 他请八位新党员逐个谈了自己的经历 和入党动机 然后 他请毛泽东带领大家宣誓 党员们都站起来 举起右手 随着毛泽东逐句诵读词 声音粗犷而又坚定 使这简单朴素的入党仪式 显得非常庄严 仪式结束后 罗荣环请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听到这八位同志 对党的认识 入党动机 都谈得比较好 很高兴 他点点头 对大家说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共产党员了 共产党员现在要为推翻地主豪生统治 建立民主共和国 将来要为实现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而奋斗 你们在群众中 要发挥模范作用 先锋作用 和骨干作用 要紧密的团结群众 及时向组织反映部队情况 毛泽东和罗荣环等党代表 在水口 大坟等地发展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 有了这批党员 织布建在帘上 才开始落到了实处 对于这件事 罗荣环非常重视 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在1956年回忆到 党的织布建在帘上 小组深入到班牌 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 意义是伟大的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 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 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 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 深入到连队去 陈独秀不重视军事工作 甚至反对军事工作 放弃党队军队的领导 至时后来党代表都被赶出来了 主要原因就是 没有建立党的基础 毛主席提出 织布建立在帘上 小组设在班牌 与群众直接联系 这对于加强党队军队的领导 起了决定的作用 散会后 罗荣环 曾世娥和张宗逊 将毛泽东送走 然后又分头到各排查铺 当他们回连部时 地上已经凝结了一层浓重的露水 罗荣环打开线坛 扑在地上 招呼曾世娥 张宗逊躺下 三个人挤在一起 又回顾了这一天的工作 对明天的工作进行了安排 等他们入睡的时候 机已经叫了头便 罗荣环刚刚睡着 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 他们三人一跃而起 立即招呼紧急集合 把部队带出了村 这十天已拂晓 只听得四下枪声不断 但是敌情不明 后来才知道 敌人是当地反动武装萧家壁的禁卫团 这种遭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 对罗荣环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迈事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时 听到枪响 还有点紧张 现在已经多少摸到了一些规律 他后来说 打仗有点像小时候捉舌 刚开始不免有点害怕 但一掌握了规律 就没有什么了 罗荣环在周围密集的枪声中 敏锐的感觉到 在这种敌情不明的情况下 关键是首先占领之高点 他向路边一个山头一指 大声喊道 跟我来 占领这个山头 说着 就领头往山上冲 这山上砸树丛生 脚底下乱石累累 罗荣环用大刀剥开面前的树枝藤蔓 脚底下踩着高低不平的乱石 一个劲向上攀登 到了半山腰 呼听的啪啦一声 原来一根被剥开的树枝 又弹了回来 打到罗荣环的脸上 把眼镜给刮掉了 落到了草丛里 糟了 罗荣环焦急地蹲下 身去摸了一阵 但没有找到眼镜 这时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 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他顾不得着眼镜 又向山顶冲去 当快到达山顶时 罗荣环呼听的山那边 咋喳呼呼 原来是敌人快占领山头了 他连忙指挥战士们投弹 同时 将自己的一颗手榴弹甩了出去 随着轰隆轰隆的爆炸声 敌人死的死 伤的伤 剩下的 吓得又滚下山去 天大亮了 工农革命军 占领了几个山头 可往私下一看 到处都有敌人 再同敌人纠缠下去 显然不利 毛泽东命令部队 分散撤退 到金竹山集合 这时 第三营 已同团部失去了联系 他们在张子清和武中豪率领下 继续南下到湘南去了 罗荣环和曾世俄 带着两个牌 随毛泽东 向井冈山方向转移 一直到黄澳 才停了下来 一面休息 一面收集失散人员 罗荣环看到这两个牌三十多人 稀稀拉拉分散坐在地上 肚子早就 饿得咕咕叫 可火石弹子 已经跑丢了 罗荣环只好和层连长凑几个钱 带了几个战士到老乡家里 找来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 罗荣环和几个战士 把饭锣抬到一块空地上 招呼毛泽东和战士们来吃饭 战士们架好了枪 走到饭锣跟前 每人分得一瓢饭 但是却没有碗筷 有人用手捧着吃 毛泽东穿着长衫 便用衣巾兜着 然后用两双半 抓饭吃 等大家都吃饱了 饭锣已经送还老乡 毛泽东站起身来 向空地走了几步 双脚并拢 身体鼻挺 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 现在来站队了 我站头一鸣 请曾连长喊口令 罗荣桓立即入列 自动向毛泽东看齐 曾士俄也双手握拳 跑步走到指挥位置 呼呼有声气地 下达了立正的口令 这时 战士们都抬起头来 他们为毛委员和连长 党代表坚强 镇定的情绪所感染 纷纷提枪入列 就在这个时候 低营一连和张宗迅 带着的另一个牌也到了 罗荣桓让张宗迅 带一个牌掩护毛泽东先走 队伍随后出发 于当天傍晚 到达长满翠竹的金竹山宿营 这时 已与王佐部队取得了联系 王佐派人到金竹山 来迎接部队上山 第二天一早 部队出发前 毛泽东再对钱讲了话 他要求大家 遵守三项纪律 一 行动听指挥 二 筹款要归功 三 不乱拿群众一个红鼠 毛泽东说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 我们才能搞好 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 才能在井冈山立足 这就是后来对人民军队 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大纪律的开端 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腹底 慈平 随后 去查林西扰的第一营二连 三连在陈昊 和廷颖率领下 也到达井冈山归队 工农革命军 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感谢观看